這個外籍教練呢 現在也換人了 再把先發的安藤 實在給換上來 陳冠全 這個球球到拉底角 結果被沃倫斯給定盤了 我想 榮傲 想上榮傲犯規點不是太合理 沃倫斯兩方 他很早的就到日本去發展 這個球日本對藍底下Williams 球精算 現在造成犯規 規劃球員對整個國家隊來講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日本還不只一個規劃球員 對中華隊來講 這一直以來是亞洲跟亞洲各隊 現在日本隊換雙背號28號的規劃球員 尼卡Williams 平衡旋 交給藍底下的Williams出手擦板得分 那尼卡做出調整了 因為感覺他們好像 無法限制菲律賓隊的單打得分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得分來講 菲律賓多半是來自去比較靠近禁區 在三分線上只有一次的嘗試並沒有命中 所以相對來講 日本隊在第二節必須要特別注意這禁區 這球靠到對方身上 但是被日本隊的羊將 就是過來移動是有點偏慢的 雖然在合法衝撞區的外面 再加上有點夾倒的意味在裡面 撞上來也是一個黑色卡車 兩發 第一球拔進 不過美國大學籃球的實力 這個也很難講 當然第一集大概有三百多隊 但實力其實也很難說 比如說像2017年台北施大育 當時美國派單一球隊 Purdue大學 普渡大學 以前非常有 不過跳起來的高度真的是自控好高 這個交給藍底下 我也給了Williams Williams得分 來 來 來 去到Williams 繼Rub Braun還有Nick Faskas之後呢 Nick和Williams成為日本隊的第三位 規劃洋將 規劃球員 今年是32歲 隊友在那邊一個人扛Williams 是 基本上Williams的身材打到應對 還是非常有優勢 是 在上場對上約彈隊的比賽 日本隊贏球 那Williams其實呢 他只有上場九分鐘而已 得到四分三個籃板 還有一次的主攻 球打到補頂 但是這三分球沒投進 都是選擇在三分線上的一個投射 這一回是安騰 周人把握到機會了 沒有這種內線進攻特別強勢的球員 是 所以他的身高確實超過兩公尺 但是倒沒有什麼在進去裡面 在今天比賽 Williams應該會有蠻多的機會 不管進攻或防守都是一樣 你在整個調度上面的節奏 真的是算是蠻特別的 我想他們今天應該會採用一種 比較類似車輪戰的方式來面對日本隊 畢竟在陣中是沒有 外籍球員CJ Giles 那Giles的受傷是他頭部有受傷 留在美國來嘗試去找更多的機會 其實日本今年呢 對於這種不管是規劃球員 或者是混血球員的 國舉行的NBA Summer League Nika Williams挑戰籃框 讓籃下的插板球進 尤其是來到下半場 小川春泰 再掃Williams Williams進去強攻 輕鬆得分 但看第四節日本的三分線民眾率高到57.1%了 至少超過六個賽季了 對 原擊呢是聖文森 加勒比海的聖文森 這個就還是拿到之後直接塞進去 幫忙他 Williams的強攻出手等分 這邊打的是更為小隻的黃富翰 沒有太大接觸 坦白講啊 畫面可以說話 這個接觸上面 如果你不接觸的話 你就是打排球 那你稍微接觸勝場的話 應該裁判都不太會催 不過這球催的是比較嚴一點 在第三節先拔的羊將 Williams給換上了 進去轉身 左手把球給放進 因為我們很近跟不近 其實差別就很大 兩發一中 這個很有趣的外國人 六分一直停留在上面 但有幾次的機會 給關注給縮小的時候 但沒把握住 基本上是因為我們知道 日本隊在整個進攻端的速度 是拉得非常快 那韓國隊呢 現在擺出五名本土球員 希望是用以快制快的方式 來回應這個日本隊 到底腳這邊出現 大空檔機會 安藤周忍沒有投進 尼卡Williams抓下進攻籃板 籃下的勾射得分 這勾射出手球盡了 讓雙方再回到九分差距 回到各位數的分差 八十對七三 Flipping在湖頂接球 尼卡Williams 籃下的勾射 他吃掉了崔俊龍 尼卡Williams 將上才攻下十四分 五分距離 剩下最後兩分鐘的比賽 尼卡Williams 轉到藍底下 成功得分 現在韓國隊的進區 防守是比較相對薄弱的 內線 安藤世齋 他在外線直接起了 沒有投進 尼卡Williams 再掌握一個進攻籃板 日本隊友再次的機會 腳本荒用 外圍的三分球 硬的鬧 籃下是尼卡Williams 放進兩分 只能說日本隊在這一 感覺啊 這場球並沒有幫忙 把現場的觀眾 已經進幾乎是九成五的滿 這場我們這個熱場 沒有幫忙把觀眾的熱情 要打得更精采一點 沒錯 就是要這種球 要這種球 對對對 對 要不然現場觀眾快睡著了 要不然現場觀眾快睡著了 好 再來看一下快攻的show time 外圍 安藤世齋 台積三分球 尼卡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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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來罰球 據日本記者轉述 他在日本打了這麼多年之後呢 後來 他也取了一個日本太坎 在本屆的瓊斯杯呢 平均五點九分 五點七個籃板 但是在對韓國的比賽 因為 也想利拼羅建俄 那場比賽 十分七來 掩護下滑 這個球第一時間連接好 結果最後反而因禍得福 這個球禁還造成了對方犯規 這球 這球 在UBC的防守 尼爾駐到Williams空手的切入 尤其他這麼大顆 從五點位置空手 滑進到進去 接到這個球 通常啊 不是犯規的那兩分就是文達 這球 要來一下去找Simon 阿杜 切進來 哇 這球被封掉 腳步的防守 看一下 切進來 洋入虎口 但他對中華藍隊的比賽 拿下十七分 八籃板 然後對韓國的比賽當中 拿下十七分 然後投進了四個三分球 這個球 籃隊的規劃楊 叫Williams的出手 競算加法 這個 田磊 林智傑 楊敬敏 呂正如 陳世念之外呢 其實更看到了前一輩的國手 這個 曾曾球 以前中華藍藍隊的國手 曾曾球 昨天也 帶著家人到現場來 看球 四倍 看一下譚建龍 這個球 也是樣入虎口 還沒有注意到 已經 跑回來防守的 被幫的Williams 已經跟進了 還沒有注意到 是 現在Williams呢被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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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